《封神演义》作为经典的张回体神魔小说 很多人都很喜欢 它是由明代道士许仲林创作的长篇小说 也被大家俗称为《封神榜》 大约成书在明朝龙庆至万历年间 在这部小说里不仅有精彩的故事情节 奇妙的想象 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中的故事无数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吸引了一代代人 其中的诗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瑰宝 也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其中的几首诗歌 也一起来回味精彩的风神故事 首先是第一首写的是 凤鸾宝杖井飞长 竟是泥巾巧样装 区区远山飞翠色 翩翩舞秀硬霞场 梨花带雨争娇艳 饶要拢烟 惩媚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 取回常乐 是君王 这首诗呢 在《风神演义》里是商咒王写的 当时女娲娘娘诞辰日这天呢 商咒王率领着文武百官去祭祀 咒王看见女娲娘娘的神像 觉得女娲太美了 认为自己的后宫家里三千人都没有一个有这样的美貌 所以呢就在女娲宫的墙上即兴提了这首诗 我们把这首诗用白话来看一下大概就是说 女娲店里凤鸾宝杖装饰得非常华丽 还有女娲的泥巷被惊妻惊巧地装饰起来 蜿蜒的远山 翠绿的颜色漫入空中 女娲身上穿着美丽的衣裳 看起来就好像是要翩翩起舞似的 她的脸蛋呢就像沾了雨的梨花一样娇羞 她画着勺药花一样淡淡清烟的梅妆 完全地展示了她的媚态 啊 要是妖娆多姿的女娲能够活动变成真人 我一定要把她娶回都城 让她长久地留在我的身边 昼王的本意呢应该是赞美女娲娘娘的美 可是昼王轻狂自大 居然最后一句写 许回常乐是君王 这就是对神仙的调戏和侮辱了 所以呢 当女娲娘娘看到这首诗 马上就生气了 勃然大怒 觉得昼王真是太荒淫了 她放出话去 要给昼王一个教训 女娲娘娘后来才授意 轩缘粉三腰幻化成美人 也就是苏打击他们去魅惑昼王 最后让昼王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道昏君 失去明星 也失去了万里江山 昼王无疑是个昏君 正是因为他单于享乐 好色勿骨 也才有后面的事儿 如果他是一个好君王呢 那么什么迷惑对他也不会起作用的 但是《风神演义》当中 用他的身份写的这首诗却写得蛮好的 整首诗何折押韵 连绵起伏 对账工整 勤紧交融 而且用在醉生梦死的昏君身上呢 更是相得一张护生光彩 写出了春意朦胧和无限前卷 堪称点睛之笔 我们再来看看这首写的是 翠竹 黄须 白笋芽 如冠 稻缕 白莲花 红花 白藕 青莲叶 三教 原来 总一家 这首诗的背景是 结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受文太师的邀请 去帮助昼王来讨伐西州 他看到本门派的人被吊在园门外面 赵公明觉得很愤怒 他质问对方的时候呢 就迎出了这首诗 意思大概是绿色的竹子 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是由白色的笋牙慢慢长大长成的 修真之人也会穿戴白莲花的鞋子 荷花池中红色的荷花 白色的莲藕 而我们不同的教派 也像世间万物一样 都是有渊源的 不该敌视对方 最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 《三教原来总一家》 赵公明的这首诗呢 立意深远 颇有大胸怀 大智慧的风格 很符合赵公明得到神仙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首叫 《风入松》写的是 这首诗是《风神演义》当中唯一有名字的一首七言绝句 当时呢 西伯侯吉昌被咒王给扣押了 他的长子伯一考去朝贡 去进宪西齐三宝的时候写的 当时呢 伯一考知道父亲被下了监狱 匆忙赶到昭歌 进宪了祖传的三宝 有像这个七香车 《行酒毡》和《白面猿猴》 还有《美女十名》 代父赎罪 七香车是轩原皇帝破赤油的时候 在北海留下来的 据说人坐在上面呢 不用推就 欲东则东 欲西则西 很神奇 《行酒毡》呢 是可以行酒的 据说鸣顶大罪的人 躺到这条毛毡上面很快就醒了 还有《白面猿猴》虽然是畜生 但是善之三千小曲 八百大曲 能唱颜前之歌 善为掌上之舞 周王看到伯一考 代父赎罪这么诚恳 这么有心呢 其实很感动 但是苏打几看到伯一考长得好 就是所谓的风姿都雅 就想调戏一番 于是呢叫他弹琴 伯一考说 臣妇基求苦楚 臣何喜悦古琴 周王还是坚持让他弹一曲 说谈得好呢 就让他和父亲回家去 伯一考听了呢 很高兴赶紧谢恩 抚琴一曲 这首曲子就叫《风入松》 歌词就是 杨柔依依依弄小风 桃花半土映日红 芳草绵绵铺锦绣 任他车马各西东 伯一考呢 琴技高超 他谈完以后 鱼音绕梁 音韵悠扬很优美 把周王宴席上的那些歌舞 都衬托得俗不可耐 周王他们也都听得如痴如醉 还传指在摘星楼安排宴席 只可惜后来伯一考还是因为他的财貌 被苏打几看上 因为他又不搭理苏打几 最后被苏打几给害死了 一个忠诚正直的孝子 最后被剁成肉酱 也是非常悲惨 这首诗非常充分地表现了 伯一考在音乐上和在琴技上的造诣 他琴技娴熟 发挥的无拘无束 展示出了超凡的才华 虽然在暴君伤咒王面前表演 有很大的压力 但他还是可以表现出他的音乐才华 和无边的个人魅力 很难得 这首诗的谍词 依依和绵绵的运用更是契合场景 在阳春三月 桃花夭夭 阳柳脆色欲滴 随风舞动 新草出生 娇柔可爱的时候 他弹着琴 唱着歌 徜徉在无边的春色里 任意西东 那种才子的形象很深入人心 很可惜的是 人生遭遇有时候就是很残酷的 他最后居然落得惨死昭歌的下场 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西齐 读到这首诗呢 也会让读者为博以考的命运 而感叹唏嘘 好了 今天关于《风神演义》里面的三首诗词 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不足之处呢 也欢迎各位热心指正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